如果结婚时遇到了婚闹 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摄像机记录的婚礼迎期现场 当时现场喜气洋洋 好不热闹 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几天后 遭受婚闹的新郎却在重症监护室里离奇死亡 婚礼居然直接变成了葬礼 你说气人不气人 看普法视频 品百味人生 2013年2月6日 也就是农历的腊月26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的一小山村处处充满喜庆 原来新郎李瑞嘉即将迎娶自己心爱的姑娘 早上10点左右 李瑞嘉和亲戚朋友们来到新娘家 打算用吧台大轿将新娘接回家 11点30分 接到新娘的李瑞嘉 从新娘家往回走 可就在离家100多米的地方 十多人冲了上来 这些人不乏有李瑞嘉的知心朋友 也有同班同学 依据当地习俗 将新娘接回家之前 必须昏闹 为了让现场更欢乐 更有趣 有不少人提议驾马 让新娘骑在新郎李瑞嘉脖子上 如果期间出现任何停留 新郎就会遭到众人的殴打 尽管李瑞嘉按照要求将新娘嫁起来走 可因体力不止 还是多次遭到了殴打 期间 害怕这些人会变本加厉 新娘王会在众人不注意的情况下 跑回了婆家 原本以为婚闹就此结束 可李瑞嘉的几个朋友 竟觉得玩得不够进行 之后又增加了不少婚呢 让现场的人看得不易越户 谁也没想到 从这时起 新郎李瑞嘉的生命 已经步入到几时 据新娘王会回忆 在婚礼当天 婚闹的人纷纷想出各种各样的怪招 虽然新郎李瑞嘉多次出现不是现象 但为了不扫众人雅兴 也一直在坚持 晚上十二点左右 婚闹才彻底结束 就当李瑞嘉和新娘打算洞房之际 却发现李瑞嘉总是喘着粗气 结婚之前到处张罗 结婚时又被折腾 没有多想 新娘王会只是觉得李瑞嘉太累了 需要休息 谁知第二天 李瑞嘉的不是越来越严重 到村上的诊所就诊 医生也查不出具体原因 只是让他回家好好休息 然而 到了第三天 李瑞嘉的呼吸出现了问题 顿感不妙的众人 这才把李瑞嘉送到山西最好的医院 因为病情特别严重 李瑞嘉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士 没多久 李瑞嘉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他因气管破裂 导致脑部缺血缺氧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人家的人去了做完手术 看着看着人家读好了 从ICU读出来了 可是我家的一天不如一天 一天不如一天 40天后 李瑞嘉因抢救无效死亡 家人感觉事态严重 并选择了报警 事发后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对李瑞嘉尸体进行了鉴定 结果发现 李瑞嘉是因外伤至气管破裂 导致肌体缺氧 同时 加上手术麻醉 导致一些并发重症 最终让李瑞嘉因肺炎 呼吸衰竭 肾功能衰竭等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随后 山西省清徐县人民检察院 已犯过失之人死亡罪 对被告人李嘉鹏 夏小龙 夏富平三人起诉到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人民法院 要求追究这三人的刑事责任 到此不禁让人产生一个疑问 从婚礼视频中 可以明显看到有四人对李瑞嘉进行了殴打 为何检察院只起诉其中三人呢 对此 审理此案的法官做出了解释 原来 事发之后 其中一个严姓男子处于恐惧逃跑 没有办法 公诉机关只能起诉已经到案的三名被告人 万幸的是 在这起案件处理完后 严某也选择了投案自首 对于李瑞嘉的死亡 尽管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给出了尸检结果 但还是引起了村民们的众说纷纭 他们都认为婚闹在当地是很常见的 而且李瑞嘉本身也是很健康的 不可能承受不了一些小打小闹 而且据当时送李瑞嘉到医院的村民回忆 送到医院的时候 李瑞嘉的意识还很清楚 可检察一个多小时后 就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士 对此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也提出了相同的质疑 李瑞嘉当天在遭受婚闹后 还入了洞房 第二天又与妻子回了娘家 直到第三天才到医院救治 在这段时间里 会不会出现其他情况 从而导致李瑞嘉的死亡 对于村民和辩护律师的疑惑 医院这边也是第一时间做出了解释 李瑞嘉是大年三十这天来到医院的 当时他的意识已经错乱 也为病情严重 医院将李瑞嘉送进了重症监护士 由于错过了抢救时间 再经过医生几十天的努力下 李瑞嘉的病情并没有明显的好转 最终不幸死亡 之后 山西省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对李瑞嘉的病例进行了鉴定 确定他的死亡是阴脂气管肺炎 心肌炎 脊髓组织感染等 所以认定李瑞嘉的死亡 不属于医疗事故 医院这边没有任何责任 就说明李瑞嘉的死亡 只与四名被告人有关 在法庭上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对此案类别提出了旨意 因为昏闹是当地习俗 打得闹闹都是很常见的 因此 这不是一起刑事案件 而是一起民事案件 加上这起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不大 被告人当庭认罪 这三名被告人应该是无罪的 对此 法官有更专业的看法 第一 三名被告人已经成年 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和自主认知能力 第二 李瑞嘉的死亡 的确是因这三人的殴打 所以 这三人犯过失之人死亡罪 2014年8月6日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李嘉鹏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执行 被告人夏小龙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执行 被告人夏富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同时 赔偿被害人家属共计95万人民币 由于三名被告人都生活在农村 收入来源简单 根本无法赔偿这么多钱 在法官的一再调节下 家属同意将赔偿金额下降到36万9千元 到此 案件真相大白 这起案件也再次告诫我们 结婚原本是一件喜庆的事 要想热闹开心 除了婚呢 其实还有很多好玩有趣的游戏可以做 感谢你 感谢你